不管它的結果是好或是不好 重點是它這整個過程 製作的過程 你花了多少心力在裡面 你到底在裡面灌注了多少 你希望它成為的樣子 對 我覺得這個是更加重要的 OK 今天的這支影片 主要來跟大家分享 我們在repair這個遊戲的前導動畫 我們要把這個檔案來一一拆解 關於我的一些製作流程 腳本的發想 製作過程中 什麼樣子的方式來幫助我思考 這部動畫已經是在 repair這款遊戲製作的中後期 才決定突然說 要來製作一下這個動畫 讓我不要閒著啦 感覺像是有多做一點事情這樣子 對對對 其實它有點算是比較實驗性的做法 那麼呢 我們就馬上開始進入我們的動畫講解流程 那麼要製作一部動畫 首先你必須要有參考 我在最開始製作的時候 我也不知道要怎麼做這支動畫出來 甚至我們在這個故事之中 也是有很多還沒有決定出來的內容 用一種比較阿蓋瓜的方式去 稍微點到 又稍微沒點到 這樣子 就算我們在遊戲製作中 有加什麼劇情 實際的劇情進去 也不會太多的去干擾到後面的製作 講到我們這個遊戲製作 一定不能忘記的一個程式 Pure Rev 它就是讓你一個視窗丟在上面 不會被其他視窗覆蓋掉 所以一開始 這邊看到的就是我們的博士的樣子 不能花太多時間在製作這個博士身上 挑了一種比較偏卡通類型的這個博士 我還找了一些像是這一種阿 這一種的參考相對來說 它可以提供給你更多的分鏡構圖 我同樣在一張圖的內容之下 它可以很好地給我說 起程轉合 當我在剪接的時候 它就可以變成一個很好的故事線 它就會變得比較流暢 就是我也決定說 好 這部動畫的定調 要定調在一個 更多的是這種特寫 然後更多是這種光影上的 強對比實驗室的這種 通道走廊的這種構圖 那我們現在講第一個場景好了 這個是銀翼殺手 新的那集2049嗎 我想說這個光影很屌 它如果放在第一個畫面 應該會蠻吸睛的 第一個畫面就決定來製作它 在你相對來說 沒有太長時間的製作時間的時候 我個人是非常喜歡做這種光影變化 我喜歡很亮很亮的東西 然後暗很暗的場景 對 這是我個人的偏好 很簡單 我們的思考思路就是 博士是這樣走 走到然後轉彎 就是這樣子 我有在另外做一個影片 是在講這個畫面 你現在在畫面看到的 就會是 最後沒有放進成品的畫面 大致上就在說 博士呢 走樓梯走上樓之後 他要把鑰匙插進去 這個實驗室就會跑出來 但最後沒有採用 他在轉鑰匙那一段 對其他畫面來說 太平庸了 到最後你成品看到的 就會是類似這樣子的構圖 變成是轉彎 然後就直接走到 這個實驗室大門 從開始到結束 總共應該是10天左右 就是一醒來就是做 然後做完就一直做到睡覺 睡覺的時候也是開著 讓它渲染 然後就一直這樣 啾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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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硬把這個動畫給擠出來 這個畫面就是 取這個想法去加進去的 在後面 這個畫面 最開始發想的時候 有想說要不要 博士站在什麼儀器前面 然後寫一些東西之類的 摸摸它們 但是最後就改成說 在動畫的前半段 它是一直在前進 一直在往前走 所以我就有了這個畫面 這個框框呢 原本不是這個內容 原本是博士的一幅畫 改成這個 懸浮科幻界面的感覺 好 那就走走走 走進了下一個畫面 這個構圖很好認 就是這種 這種 直接加進去 穿梭類型 然後就把它改成是方格子 像是在隱喻說 這些其實已經是這個 任務次數 裡面只有一盞燈 還是亮著的 那它象徵著 也就是我們 最後的這個阿修 然後當我們博士 按下按鈕的時候 阿修被我們啟動了 整個畫面之中 其他的這個膠囊 都是什麼 紅色的 只有阿修這個是 亮藍燈的 其實呢 有很多阿修 已經都任務失敗了 把最後這個阿修放出去 看它可以做出什麼好事出來 這樣子 你可以發現 在這個畫面子的後面 它有一個比較強烈的景深 它過渡過去 就是這扇大門之後 參考的部分 其實並不包含所有的畫面 我喜歡讓這個東西 隨著我在製作的當下 有什麼感覺 我就添加到這個裡面 而不是說 我只是為了畫面接畫面 去製作它 在一開始前面的思考方式 就是以這樣子的模式 先找一些參考 你需要的構圖 大致上先整理出來 在一開始就有設定 就是說 我希望讓這整個故事 是有一種美式 七步牛仔 然後再講故事的旁白的感覺 所以我就特別跳了一個音樂 是比較有那種 鄉村感 故事感的音樂 那大概在做完前面 前面這邊附近的時候 做了一些簡單的剪輯 然後試了一些音樂 硬調之後 我才開始繼續製作後面的畫面 我們來稍微講解一下 這整部動畫的故事 一開始呢 博士走過了走廊 然後帶出一個片頭 這時候門打開了 我們就要進入下一個空間 實驗室 走實驗室的路上 旁邊跳了一個介面出來 這個介面告訴我們什麼 就是我們這個地球 那個人員 剩11%了 快沒了 跳警告 接著呢 我們在走廊的走道上 可以看到有兩位博士的相片 其中一位博士 就是現在這位正在走路的老爺爺 那另外一位博士呢 沒有人知道他發生什麼事了 他走過去 這邊要仔細看喔 兩個椅子 左右各一個 右邊是我們的這位博士 那左邊的椅子是空的 那在這個畫面螢幕上呢 只有一個N是比較亮的 這個任務啊 只剩下最後一次機會了 所以我們的博士呢 就按下這個按鈕 也就是象徵了這個任務的啟動 也就是我們的repair計畫 我們的主角就被我們喚醒了 阿修身上是有藍色的光線的 那其他地方都是紅色的光 其實在這之前已經有很多這個實驗機器人都已經被送出去 然後任務都失敗了 但是只有我們這個阿修剩下的他 最後這一次到底會不會成功呢 為什麼要做這個升上來電梯 是因為我們的遊戲最一開始 就是從一個電梯升上來的 跟這個遊戲做一個銜接 然後你可以發現喔 這邊為什麼我要做一個暗幕 因為這樣我就不用做這個阿修走路上去這個電梯的畫面 下一秒讓他直接突然出現在電梯之中 我就直接審過這個角色動畫的這個製作 是不是就相對比較聰明一點 你說了是不是 他就升上電梯修好一切 最後我們就來迎接了這個爆炸 星球上的量子塔 它已經爆炸了 最後再稍微做一個比較誇張的這種大場面 讓你的期待感再稍微再高一點點 最後呢就是我們的repair 這個動畫 然後我們遊戲 這整部影片是由10個畫面組成的 6到8秒左右 讓它合起來就是1分鐘多 打開我們第一個檔案 這裡就是一個走廊的這個 你可能會注意到這個是相反的 後面那個的門啊 跟我走廊的方向都是往右走的 所以我就直接把這個 直接做渲染 渲染後的畫面 我就直接做鏡像 那其實可以看到很簡單 這整個場景就是 只有這個走廊 前面這個物件 還有我們的博士本人 他會往左邊走 這個動畫在那個Mix ammo裡面也是有 你就是把Mix ammo的動畫導進來 如果它的位置不是你想要的 就在裡面再進行調整 那如果想要知道這個Mix ammo的這個 有興趣的話 可以在下面留言跟我說 之後可能就會出 一起這個影片 來跟大家介紹 用Mix ammo跟你的角色做一個聯動 是用這個EV的渲染 好然後要注意的幾個點 大概就是景深吧 景深可以讓你的東西呢 做得更逼真 然後它也可以隱藏一些比較微小的錯誤 它其實就是一個長長的箱子這樣 然後旁邊就是用這個Booling 做一個挖洞 太陽光嘛 還有一個點 你會發現我這邊都是用PNG渲染 因為我在測試的時候 我用這個MP4 它的這個畫質掉得很嚴重 PNG之後 然後一張一張渲染 TR裡面再丟進去 變成一個sequence 就變得順很多 畫質也變得非常乾淨 那這個畫面就大概是這樣子 那我們進入下一個畫面 再來是我們第二個畫面 有一個特別的地方是在說 做完整支影片我才回來 從頭開始做這個場景 前面跟後面的畫面 銜接起來就會比較流暢一點 然後我也比較知道 我要的東西是什麼 一分鐘的動畫裡面 比較缺乏的 像是我在前面嘛 已經有一個廣角 有一個中景了 然後我就想說那我在一進場 我一樣是用一個大景 就是先從遠然後再到近這樣子 所以這個地方 我就做了一個比較遠的這個場景 那其實就是一個走路 然後門打開 其實是在原地踏步啦 這場景整個往後移動 這場景是長這樣 就是一個鏡像的這個走道 這個門會跟著這個動畫 升起來 然後往前這樣 外面這一層遮光用的 因為這個也是用EV的渲染 縫縫會有一些露光露出來 我這邊就直接切了一個鏡頭 先渲染這個CAMERA E 另外一個鏡頭 其實是同樣東西 它只是比較近 用PMG的好處就是 中間如果你的Blender崩潰了 可以你下次打開的時候 還可以從斷掉的地方 繼續往前渲染 它的缺點就是說 檔案就會相對來說比較大 我們來稍微解析一下這個畫面 倒數計時的這個東西有沒有 這個特效是 我在AE裡面做完 渲染出來之後 丟到這一面 這個檔案裡面分成 滑下來的懸浮介面 這些擺飾 前後各擺一個 這裡有擺一個 墻上的畫 這個也是做成這個 主角不動 場景動 下關鍵針的這個概念 首先先下來的時候 用Scale 用縮放 我們可以選中我們的關鍵針 右鍵 裡面有這個分類 Eck 它就會變成是有點 回來 就是它會多一點 它會一點 咻咻 這樣子來看 就是這樣 咻 正常的東西就是像線性 線性 這是我們線性 然後這是倍之許線 倍之許線 倍之許線 這樣吧 就是呼快 好吧 快慢快 慢快慢 這個概念 然後這個back就是我先過來 然後再煞車 有點像你走路跑 煞車 然後回來 有一個反作用力的感 1 2 3 這三個物件的移動 先統一往後 就是先三個都一樣的 做完這個動作之後 你再分別把每一個物件 都稍微往前調整一點點 這樣子你就可以得到 這個先走 再換這個 你看 它就會不會是同時這樣一起移動 比較豐富的 有層次一點的這個 視覺效果 前景的擺飾其實是擺在很前面 而且我鏡頭 我是用100的長焦 讓整個畫面壓縮 這樣子 它就會變得像一個空間 而不是只是一個平平的走廊 整體的架構就是這樣 然後最後它會有一個遮擋 然後這個特別的是它是用Cycle 然後128有這個Glare Cycle也得到跟EV一樣的這個光暈的效果 這個畫面介紹完之後 我們就來看下一個畫面 這個畫面是我個人最喜歡的一個鏡頭 在這個場景裡面 不僅有故事 講到兩個人之間的關係 它也跟整個任務 就是這整個遊戲的這個 有故事上的連結 也有畫面上的連結 然後博士之間也有一點情感上的連結 然後旁邊這些素材 就是我們那個遊戲美術提供我的這個素材庫 龐大素材庫 這些都是它建模啊 然後上材質的 也因為有這些素材庫 我才可以做這個時候做的特別快 我這個牆壁啊 燈光啊 地板啊 弄出來 之後我就把這些物件 簡單給它稍微擺一擺 那個整個feel就出來了 那這邊呢 有一個很特別的地方 有沒有看到 下面我們有這個 CAMERA跟CAMERA.001 當我在一開始的時候 我是使用這個CAMERA的鏡頭 當我過了這個TAG之後 它就切換分鏡成另外一個 一瞬間你就變成了導播 OK 導播 然後001 馬上就001 你仔細看 這個按鈕 是被按下去的 它不是只是停在那裡 就這樣沒了 它是有被按下去的 我就是純粹靠這個材質的emission 自身的自發光 掌握我整個場景的這個氛圍 25 也是廣角 這個我用廣角 然後切換過來了 馬上就是一個100mm的長角 其實在一開始設計這個動畫中 我甚至有想過要不要讓 從頭到尾都是這樣子延伸的 一直前進的這種過場 因為這樣子的話其實在製作上會更容易 然後你都不用思考專長 然後你又可以好好的把每個場景做好 所以這個畫面才算是有符合我心中 跟我一開始預期的畫面會比較接近 如果你想要知道這個鏡頭標籤的話 它的快捷鍵是Ctrl-B 你要注意Ctrl-B是不是做R角 在你的滑鼠在下面時間軸上 要特別注意 你的滑鼠一定要在時間軸上 然後選對你的鏡頭 這也要注意 不是說我選這個鏡頭就可以 你一定要點到這個 也就是說你一定要讓你的鏡頭 是現在正在觀看的這顆鏡頭才可以 然後選好觀看的鏡頭之後 就往滑鼠移到時間軸 Ctrl-B 這邊就多了一個Tag 就是這麼簡單 下一個畫面 就像我前面提到的 我本來就希望整個畫面的銜接 都是一直往前一直往前的 所以這個畫面呢 它特別特別在於說 單純到不能再單純了 這個地方呢 我覺得它是一個非常單純的畫面 但也造就了它 跟其他畫面截然不同的視覺魅力 設計成了很多這個發光光環 強調說正常跟非正常的區別 它其實就是一個很長很長的有沒有 一直延伸到上面 它其實就是一個我先轉出來 轉開嘛轉出來 這個燈拉上 然後它滑出來 但這種破綻就可以有沒有 依靠這個景深跟角度的位置 OK 那我們進入下一個畫面 有一個很強的景深 去銜接我們後面出來的嘛 這邊微微的發紅 因為上一個場景 它有很多很亮的紅色 我要讓它微微的在這邊過渡過來 做這個場景設計的時候 也是想了很多種這個搭配組合 霧面玻璃的這個感覺 下一個畫面其實就是從這個畫面 直接另存心檔 前面不變嘛 但是打開來的時候 它是已經出現在這兒 然後再加後面的這個起來的效果 這個就簡單帶過 這些就是一些過渡的場景 倒數第二個畫面 大概是這樣 最後就是這樣 然後最後帶到它的眼睛 對其實沒有什麼特別的 這邊就有點暴力轉場了 這個也是整個都製作完了 我才回來做這個畫面 然後這個畫面也是EV 其實在一開始有選用很多種不同的鏡 不同的這個距離 要讓它整個物件大小的比例的感覺要出來 我那個很難抓 因為我用了很多種鏡頭 它看起來就是很平 然後結果最後我就選用這個超廣角的10mm 然後一樣搭配一點景深 就是這樣子 它其實這個塔是會旋轉的 其實它旋轉就是要有一種 有沒有 轉進去然後壓下去的感覺 讓它爆出來 這樣讓它爆出來 這樣讓它爆出來 這邊呢你應該會很好奇 這個爆炸是怎麼做出來的 這邊資訊卡 有插件介紹裡面 有一個介紹到一個那個插件 叫做這個 會找到一個可以直接拉素材的一個 線上的這個Library 然後就裡面剛好 就好時不時有這個爆炸的這個素材 我就直接二話不說把它拉下來 這些3啊什麼都只是一個配角而已 都在配合這個爆炸 但其實真的就是運氣好 剛好素材庫裡面有這個素材 最後就是這個 這個畫面 結束就沒了 其實做3D動畫沒有想像中的 這麼的花時間 主要還是看你的方法跟你的需求 那針對這一次的這個 個人是非常的開心 可以有這樣子的結果 因為它畢竟怎麼樣 還是在時間內生出來了 所以不管是這個製作的過程啊 想的過程啊 然後配音啊 然後想這些字 我覺得配音的時候尤其是有趣 就是你會一直試 你會覺得 其實有些事情它是想的很麻煩 然後想的很困難 但它其實做起來呢 它會別有一番風味 會有一點很神奇的這個樂趣藏在其中 對 那麼呢 如果你對我這支動畫 你有什麼 反饋 你有什麼反饋 你有什麼意見 或是你有什麼 有什麼意見 應該也不會再修改它了 它就是這樣層面 對我來說 每一次的創作 就是在紀錄我當下的狀態 跟我當下的 整個的情緒 整個的狀態 所以不管它結果是好或是不好 重點是它這整個過程 製作的過程 你花了多少心力在裡面 你到底在裡面灌注了多少 你希望它成為的樣子 對我覺得這個是更加重要的 而不是結果是 有沒有讓別人滿意 重點是自己要先可以滿意 你享受在這個創作過程中 你樂在其中 你才可以一直有 越來越好的這個作品 OK 那麼呢 如果你對這個還有什麼疑問 或是在製作上 有什麼技術點 你還是看不懂 看不清楚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說不定我之後就會出一支影片 專門來講解這些內容 OK 那麼呢 以上呢 就是我這個 放肆大廠 repair 前導動畫的 技術概要 那麼也非常謝謝 陪伴我的另外兩位同學 有機會找我們一起來拍影片 希望哪天可以再合體 OK 如果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那麼我們就 下支影片再見 掰掰 看一下 遥